佛教一名起源于古印度与基督教,伊斯兰教齐名,并称世界三大宗教,为世人所信奉,尊崇,自古经文有所记载,距今约末2500余年,于古印度和流域的加皮罗魏国有一部落王子名为乔达摩,西达多,其父为靖范王,其母摩赫摩耶,一日,行于城内,看尽生老病死,坐于菩提树下七七四十九日,从而看淡世事,大彻大悟,转念成佛, 自释迦牟尼城佛后,其根据自身彻物所感,加之婆罗门的轮回观以及一些教义,而创立佛教,而佛像顾名思义,乃是佛之形象,佛教对于我国来说是一外来宗教,而佛像这一概念也是由公元二至三世纪传入我国,自其步入我国,与我国的文化不断融合,从而佛的面貌也逐渐趋于汉族化,历经年月出现了如今呈现我们面前的佛像,而自从佛教一说, 与我国兴盛后,我国境内便不断修建起了寺院庙宇,每至特殊节日,或有所祈求之时,寺庙内便是门庭若市,香火鼎盛,世间佛像万千,处处皆有佛教徒,却有这样三座佛像,被世人用以诡异称之,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 坐落在日本的这尊佛像名叫仙台大观音,位于日本仙台,佛教文化也是很早就传入了日本,当地人民也是深受其影响,因此,在日本各地都有忠诚的佛教信徒,为了方便他们祭拜,同我国一样,在日本也有着很多的寺庙和佛像,但是这尊仙台大观音则有些与众不同,被称为是日本最大的观音像,也是世界上第六高的雕像, 其整体高度达到了一百二十一米,佛像全身上下都是由乳白色的大理石建造而成,庞大的身形,再加上通体白色,也就给人造就了一副强烈的视觉冲击。 另外,在日本仙台,很多建筑都比较矮小,对比之下,仙台大观音佛像就显得尤为的突出,相隔很远都能够看见,其实,从远处望过去,神像还是颇具神秘感的,仙台大观音面目神情也是非常的慈祥, 在庄严之余,透露着一丝平易近人,然而,随着距离神像越来越近,心中的诡异感也变得越来越强烈,体积庞大的神像相称之下,就显得人格外的渺小,这也就给靠近神像的人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负担,不仅如此,该座神像不仅仅可以远观,游客更可以从观音的内部直达观音的头顶。 在这座神像的内部一共设置了有12层观景的地方,在每一层也都放置有不同的佛像,人们可以像参观寺庙一样慢慢欣赏,与此同时,因为观音像高度可观,为了方便游客浏览,在其内部也是设置了电梯,甚至可以直达观音像的头顶,在佛像的最高处是一个展望台,站在展望台之上。 几乎可以将整个仙台市区的景色尽收眼底,也正因为如此,游客在观音像内部进行移动的时候,心理上的诡异感也是越来越强烈,在信奉佛教的人看来,他们对待佛像永远是严肃尊敬的态度,因此,在观音像内部参观,甚至站在其头顶进行俯瞰,这就让众多游客心中不仅产生了对佛像的亵渎感。 然而,事情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,尤其是到了晚上,该做通体白色的神像更是格外的引人瞩目,无论是身处仙台的哪个位置,几乎都能够看到佛像。 更是经常让人们产生被监视的错觉,这种感觉到了晚上更甚,相传在仙台地区的犯罪率非常低,虽然有着一定的正向隐意,但是野狄却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不便,强大的视觉冲击让很多人总也适应不了。 这也就是仙台大观音像被很多人认为诡异的原因所在。 另外一个被称之为世界三大诡异佛像的,就是位于我国九华山的地藏王菩萨露天铜像。 九华山位于我国的安徽省,风景秀丽,其凭借着独特的地貌被评为了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。 是我国著名的旅游圣地,受到了众多游客的喜爱,除了靓丽的自然风景之外,屹立在九华山的地藏王菩萨铜像更是它的特色所在。 地藏王菩萨铜像是由3000多块铜柱壁板构成,在建造的时候,为了能够使得地藏王菩萨铜得以在露天环境中长时间的保存。 选用的都是奈腐蚀的亚金铜合金,铜像的整个用铜量达到了1100多吨。 不仅如此,在铜像的面部更是胶住了黄金,用量也是达到了35公斤。 地藏王菩萨铜像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高的铜像。 足足有99米高,如此确切的数字也是为了和九华山的99座山峰相呼应。 可以说,在建造之初,设计师们可谓是费尽了心思,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。 该座铜像也是整整耗费了十几年的时光,才最终完工。 起初,地藏王菩萨铜像在选址的时候,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选择柯村狮子峰,而是有八个被选选项。 最终在众人的商议之下,决定将地藏王菩萨露天铜像建造在大爵寺,但是随后又因为大爵寺地势较为复杂,可供建造的面积也较小。 紧接着,专家们又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比对,最终认为,柯村的狮子峰为建造铜像的最佳位置,建成之后,地藏王菩萨像也是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,因为该座铜像是被东面西的设计。 因此,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,从铜像的正面望去,总能够看到铜像在熠熠发光,尤其是在春秋季节,会形成非常独特的佛光现象。 于是,每逢这个时候,游客都会慕名前来,想要一睹这神奇的现象。 即便是到了晚上,因为神像的内部在建造期间就安装了照明设备,它仍然可以保持发光状态,而在这佛像的内部也是装有电梯,可以直达佛像的头顶。 但是仅仅只有最底下的三层是面对游客开放的,在这三层放置的也都是一些不同的佛像,可供游客慢慢进行参观。 在这佛像的正前方,是一个巨大的广场,众多信徒和游客来到这里,都会选择在广场进行祭拜,远远望去,正是颇显好大。 然而,就是如此受到游客和信徒喜爱的地藏王菩萨同像。 究竟为何会让人感到诡异呢? 原来,正是佛像的佛光现象,被少数不太理解的人解读为了诡异,因为每当这个时候,佛像带给人的神秘感格外的明显,这让不少难以承受这份庄严的人,对这个现象进行了曲解,久而久之,这也就成为了神像诡异的来源。 中原大佛,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士鲁山县,摇山佛泉寺,该神像建成之后,也就成为了世界上最高的佛教造像,佛像的整体高度达到了208米。 除此之外,该寺庙的吉祥中也是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记录。 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基青铜柱中,中原大佛高高地耸立在中原大地上,四周有玉枕山环绕,仿佛是在面带微笑地俯瞰众生。 该座大佛的建造也是整整历经了十年时间,在此期间遇到了不少的阻碍和坎坷。 最终在各级政府和佛教人士的共同努力下,得以建成。 2008年9月29日,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僧来到了这里,为中原大佛开光,其中就包括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伊成长老。 随后不久,中原大佛也被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为了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。 在景区内部,不仅分布的有旅游观光项目,更是有各种休闲娱乐、温宇疗养等等,应有尽有,及多种为一体。 这里具备了温泉度假区和世界佛教文化圣地的双重性质,于是也就成为了游客们争先前去的旅游热点。 因为中原大佛几乎高耸入云,在很远处便已经能够看到大佛的身影,总是给游客造成了大佛就在眼前的假象,殊不知。 从脚下走到大佛面前仍旧需要迈过不少的山脉,虽然路程颇具艰辛,但是等到真正的来到佛前,看到青山白云将神像环绕其中。 一座神采奕奕的佛像伫立在面前,脚下更是有无数的信徒跪拜在此,身体上的疲惫便瞬间一扫而光,只觉得有些震撼,尤其是在阴天,雾气弥漫在神像的四周。 衬托的神像格外的神秘,宛若真正的是耸立在云中,给佛像增添了很多的庄严感。 然而,如此让信徒信服的神像在个别人口中也有了诡异之处,和其他两尊佛像一样。 中原大佛之所以被列为三大诡异佛像之一,也是因为它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度。 因为太过高大,在很多时候容易让人产生一定的恐惧感,尤其是到了晚上,周围住宿的游客在不经意间看到佛像的时候,经常会被吓到,仍然有些不寒而栗。 其实,这三座佛像虽被称之为是世界上三大诡异佛像,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一些人的心理,自己不能自如地正视佛像,碍于佛像的体积较普通佛像更为庞大。 这也就使得他们广为流传的同时,也被人贴上了负面的标签。 然而,佛像哪有诡异之说,每一尊佛像都是设计者和匠人费尽了心思建造的,用来公信徒朝拜,更好的来传播佛教文化。 因此,用诡异来评价一尊神像是极其不客观的。 况且和其他神像一样,这三尊神像也是面朝众生,面露微笑,一贯的和蔼可亲,只不过一切都是高大带来的些许不适的主观感受。 然而,这并没有影响神像在大多数人心中的地位,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来参拜神像。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,相传是在距今2500年前,在古印度的加皮罗魏国的部落,有一位王子叫做乔达摩西达多。 后来的一天,当乔达摩西达多走在街上的时候,看见了城中的百姓因为生活的困苦而经历生老病死,心中尤为的感慨,仿佛是看见了世间的疾痛。 因此,从那之后便大彻大悟,参透了世间真理,一夜之间转念成佛。 随后,他更是一手创立了佛教,随着时间的流逝,渐渐的佛教也传入到了中国、日本等亚洲国家。 虽然,佛教在我国属于外来宗教,但是在佛教流入我国不久之后,在朝代的更迭下,同我国的本土文化不断地融合和演变。 于是,在短短的时间内,佛教就在我国招揽了一大批的信徒,随着佛教的兴起,为了更好地推动其发展。 国内更是陆陆续续建立了不少的寺庙,在这寺庙之中,最不可或缺的便是佛像的存在。 每逢节假日,各种庙宇都是门庭若市,香火旺盛,除却佛教之外。 国内也有不少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,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信仰,也许是宗教人士,也许是信奉其他事物,虽然人与人之间在信仰方面无法做到一致,但这也并不是需要抢求的事情,社会需要多元化,人们也应该信仰自由。 无论信奉何物,人们都不过是在寻找一处寄托之地,能够足以支撑自己在贫困的世间得以继续生存,和艰难的生活进行较量抗衡,因此,我们应该给予不同信仰的人以尊重,不随意评价他人的信仰,对他人信仰之物保持尊敬,不予评判,世界上这三座最诡异的佛像,以其独特的存在方式,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 它们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象征,更是人类智慧和工程技术的结晶,无论是日本的仙台大观音,还是中国的中原大佛和九华山地藏菩萨像,都以其独特的方式,诠释着佛教的精神内核,这些具象的存在,让我们得以在现代社会中,依然能够感受到信仰的力量,体验到敬畏与震撼并存的独特情感。